最近印度说他们有自己的战机了 但是我怎么看 这怎么叫做印度机种呢 主要是最近印度的空军司令 他叫做 名字很长 乔德哈里提 他有一个出色的想法 这个报导里面故意这样写 他说他们从俄罗斯买的苏三菱 然后送到他们的航空制造公司的工厂 进行深度现代化的一个改造呢 他就变成印度制造的飞机 就不是俄罗斯字的 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来改装啦 印度呢在这个新的 在这个飞机里面 他说我们使用了78%的本土技术 比如说我们装了主动向后阵雷达 还有这个态势感之系统 以及呢印度制造的飞弹 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声明啊 因为呢 就算你再怎么改装 这个苏三菱的原厂设备 并不比这个新印度设备差多少 所以也就没有你所谓什么 78%的本土技术 而且据说印度常常自己发明一些奇奇怪怪的 比如说大家讲三代机四代机嘛 然后没有哦 他们用什么4.5代机 4.5加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只有印度自己人知道 印度人的军火是国际军火界最好的 最大的笑话 坐了航母没有飞机 坐了坦克开不动 发展了40年的阿琼坦克到现在还没有列装 这个飞机呢 把人家的飞机买来弄弄搞搞 国产 怎么国产呢 还是苏凯 对不对 换个名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听说你换好了 你改装以后 比原件没有好多少 这些东西有的都是买来的 项列雷达什么东西买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 印度像我都不忍心再讲了 做出来的潜艇会忘了盖盖子 牵上去把潜艇给淹掉了 哎 坐了飞机 试飞了几十年 没有成功 就是这样子 这个 所以你说 我听印度的华侨 我到过印度访问 华侨说 印度人很舍得花钱放在国防上 国防工业 民间工业一塌糊涂 连个射出 塑胶射出成型机都没有 我回台湾 台湾商人问我 印度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只能卖拖鞋 他们只买得起拖鞋 真的 他贫富差距太大 对 那这个都是浩大喜功 两条没有飞机的航母 还在嘲笑中国大陆的航母说 他们作战经验没有我们丰富 我只能讲 他起火 失事的记录 没有你那么丰富 对啊 中国的修理技术 绝对跟不上印度 他的航母航母坐了一半 坐不下去了 可是占的船屋啊 别的商船要用啊 开出去 先开出去 人家商船进来坐 坐完人家坐 他航母再进来 就这样搞的 印度的国防真的不能看 又喜欢吹 又喜欢 所以我讲这个节目可能一个钟头就讲不完太多了 印度想要印度制造 他想要印度第一 他每次印度制造都一塌糊涂 对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嘛 还有我刚刚忘记讲 直接就把它戳穿 他不是说飞机上要安装主动上控阵雷达吗 他现在这个雷达根本就还没准备好 所以怎么装呢 很明显就在说谎嘛 这个是来自德国经济学人的这个报导 他的报导主题就叫做 为何习近平秘密的基存战略物资 因为这篇报导你知道 加上现在环太平洋军两岸的问题 会让大家想象 这个真的是否2025 或者是否2027吗 好我们接下来看 到底囤了些什么东西吗 这个帅将军才知道 这囤的这些 真的放得到打仗的时候吗 好大中物资去年全年增长16% 今年前五个月增长6% 包含了小麦玉米大豆等等 再来还有中国原油的部分 这个你要想囤这些物资 准备马上打仗 现在看不出这个吉祥 但是他那个小麦玉米增加是有可能的 因为什么 大陆的畜牧业很需要这个 现在大陆老不幸生活富裕了 不像以前吃粗粮就可以过了 现在这个肉类的需求 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它会增加 原油增加也是 就是能源储备当然多一点好一点 至于说是要准备打个大仗 你要武统台湾也用不到这么多 好像也是 你要跟中美开仗吧 这两国也只能海空之间发生一些冲突 也不会大规模像二次大战地面相接 那中国要跨越欧洲跑到美洲还打不到 你还隔了一个大海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分析师有点是违言耸听 因为中国大陆再怎么样是14亿人口 这个增加百分之几这个不算什么 因为最近几年天气变暖了 这个洪水收成都有问题的 这个多一点存量我觉得是没有错 所以与其说是为战争准备 为战争准备不是这样准备 对 越人民缺粮而先准备 因为现在你看随便一弄一个台风来 大陆有水灾 像气候异常 洪灾 气候异常 天气太热 台湾现在为什么蔬菜那么贵 天气太热 太贵了 太贵啊 那你这边只是种菜的 还没有被淹水 对 淹水的菜也蛮贵 所以一定的 这个我觉得对自然灾害的需求 它比较大 而且开发这么多工业 它石油用量 因为中国大陆还有很多成分是在用煤 它一定会慢慢淘汰煤 所以天然气跟油它需求的比较大 需求大也是从俄罗斯接管子过来 是啊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对 也不是你美国卖 所以你卖不到这个生意 嘴巴酸酸的讲这个话 你讲中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五角大厦分析师就说 你这库存量让我们美国人很担心 因为你大量购买 你提高了这些 你知道就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就高了 你又导致我们美国通货膨胀 你还有一点 他不是买美国货哦 对 抱歉 一米小麦要买的是别的国家 美国就没赚到 牛是买俄国的 两买巴西的 雨产买阿芬廷的 美国当然酸嘛 还说他就要为打仗 是啊 美国的分析总是酸溜溜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